已故加拿大前亞太斯司長大衛喬高 因調查中共活摘器官 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 在近日的追思會上 他的遺孫勞拉回憶了他16年來 堅持不懈揭露真相的歷程 大衛喬高從政27年 一直積極參與人權事業 勞拉回憶說2006年 喬高剛剛退休 法輪功學員就找到了他 大衛喬高又找到了 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 劳拉說兩位大衛 原以為調查只需要6個月 但他們吃驚地發現 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劳拉表示16年來 兩位大衛奔走於幾十個國家 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 經過法輪功團體和他們的共同努力 整個世界認清了中共的罪惡 他對人權利益 他一直在我們參與 我沒有知道他能夠的能力 一直在那裡 一直在人權利益 美國調查記者伊森·葛特曼的著作《屠殺》 也揭露了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 他表示 將繼承喬高的人權事業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安妮 李威 唐雲 加拿大沃泰華報導 尿門頻道 李威 唐人電視臺記者 李威回